嗨大家好,欢迎来到Gracetife 每个星期的在家运动 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做小空间运动 因为我发现大家还蛮喜欢这个不需要运动 运用到非常多空间的动作 所以随时随地在各个地方都可以跟我一起在家运动 那今天我们所要采取的运动模式是不无聊运动 也就是说所有动作都不会重复 每个动作我们要做45秒钟休息 15秒钟换下一个动作总共会有25个动作 我们做一半的时候会休息长一点的时间 然后继续完成下半步的动作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会稍微的雕塑一下全身的肌肉 但是中间我们会穿插一些心肺运动 你不需要用任何的哑铃或是弹力带 但是你如果有瑜伽垫的话 待会在做地板动作的时候可以拿来用 然后这样子你才不会 比如说手肘或者是手腕溃里头咖 然后会感觉有点硬不舒服 你如果没有瑜伽垫的话也没有关系 可以拿个浴巾或是软一点的东西垫着 这样子才比较不会瑜伽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准备开始吧 我们今天的动作不会有额外的暖身 跟后面的伸展操 因为我们今天所设计的动作 一开始动作比较简单 是算是做暖身的动作 然后后面的几个动作是比较算属于伸展操的动作 所以我们今天直接进入我们的主要运动部分 OK 那第一个动作呢 我要你做的是地板动作 所以你双手伸直放在地上 膝盖弯曲 我要你 左手 右手左脚向前 向左右延伸 不是左右 向前后延伸 然后上下 慢慢放下 放另外一边 伸直上下 慢慢放下 我要你这个动作慢慢的做 因为呢 你如果动作做快的话呢 反而肌肉所需要的用到的力气比较小 因为能慢慢的做的话呢 等于是要控制自己的肌肉 OK 所以脖子 头 身体 成为一直线 肩膀向下压 远离你的耳朵 OK OK 好嘞 再来呢 下一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前踢 所以就是轮流左脚右脚做前踢动作 你一开始呢 不需要做踢太高 或是踢太用力的动作 我们先小小的踢就OK OK 所以小小的踢 等到呢 你觉得暖身 身体 你又暖了以后呢 你可以再加强动作的幅度 OK 然后可以增加速度 做这个动作之后 你可以脚尖向下压 向下压 踢出 收回 收回 OK OK 好嘞 再来下的动作跟这个动作很类似 我让你右脚向后 向后弓箭步 然后呢 稍微膝盖起来一点点 跳前踢 跳前踢 你如果没有办法跳前踢的话呢 就是 向后 向前 OK 向后 跳前踢 全部都是 跳脚向后 待会 待会我们会有四周秒钟做 另外一边 你如果没有办法跳前踢的话 就是 前踢 OK 加上一个跳 就是为了要 增加 心肺 运动 的效果 剩下超过十秒钟 好 OK 再来呢 下来的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向后蹲 上下 OK 所以呢 脚 比肩宽两倍 脚趾头 朝外四十五度脚 膝盖弯曲 脚尖 挺起 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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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说今天的运动 不需要拿压力 你如果想要增加运动强度的话 当然还是 看你 你可以压力拿在手上 OK 你如果听到我后面背景有很吵的声音 那是我们家的社区在割草 好 好 好 快结束 OK 下一动作呢 我要你做的是 波比 我直接 我先做给你看 我要你波比 然后做伏地挺身 然后呢 我要你膝盖相反 手肘 收回 跳 OK 预备 开始 手放下 伏地挺身 起来 膝盖 手肘 回来 跳 伏地挺身 膝盖 膝盖 手肘 膝盖 手肘 收回 跳 你在做伏地挺身的时候呢 你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把膝盖放下 好 好 好 再来呢 下个动作呢 我们要做的是 手肘 核心 撑 OK 所以呢 手肘放在地面上 膝盖 体力 撑着45秒钟 身体成因直线 屁股不要下垂了 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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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OK 现在的动作 我们要回到 刚刚的跳前踢 这一次呢 是左脚向后踩 OK 預備 左脚向后 膝盖稍微起来 右脚跳踢 可以 收到什么东西从我家 出柜一下掉下来 今天的動作呢 我交叉說一下子是動 一下子是勁 感覺會比較有挑戰性 現在動完呢 只有勁的動作比較累 Alright 現在的動作呢 我們要做的是 臂腳深蹲 然後呢輪流 左腳向右 左腳向右 左腳向左 跟著我一起來 預備 臂腳深蹲 左 右 左 身體維持低水平 看你能不能夠 蹲低一點 屁股向後座 再蹲低一點 低 不要起來哦 都是低水平 增一下蹲蹲 20秒鐘 嚇死 很久 要蹲 under20秒鐘 倒水平 做低 低 OK 下一動作 我們要擋在地上 做提臀 OK 這次提吐呢,我要你西亞彎曲墊腳尖 所以呢,比你的手指頭稍微遠一點點 墊腳尖,開始 就是最上面的幾公分,向上 向上,向上,向上,向上 到一半的時候,我會告訴你 然後呢,我要你膝蓋打開,合起來 OK,所以撐著膝蓋,合起來,打開 合起來,打開 你應該要感受到你的大腿內側肌肉 濕,需要用到力氣 他外側一樣,屁股夾緊 墊腳尖 好,時間過得很快 所以呢,我要你右腳再後 OK,然後我要你膝蓋 膝蓋,兩下 提膝,換那邊 膝蓋,OK,所以直接開始 膝蓋,膝蓋 提膝,換邊 膝蓋,膝蓋,提膝,換邊 提膝,跑 多久 剩下十秒鐘 OK OK 再來呢 下一個動作呢 我們要做一次 側 核心 OK 所以呢我們要你手掌放定 側邊 撐著 然後呢 左手穿三洞 開始 做45秒鐘 待會 換另外邊 換另外邊 以後呢 我們會有長一點的休息時間 好 OK 希望你剛剛結束的動作 沒有像我那麼的不優雅 後來換另外一邊 所以左手撐定 預備 撐起 開始 記得要深呼吸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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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喔 OK 我們已經做完上半步 再來呢 我們會休息長一點的時間 然後呢 來做第二半步的動作 OK 休息時間差不多結束 我們進入下個動作 下個動作呢 我們要做的是 Tabletop OK 所以躺下 雙腳伸直 手放耳朵後方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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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可以的話呢 頭呢 不完全的放到地面上 你如果需要的話 可以膝蓋彎曲 做這個動作 你如果想要加強運動強度的話呢 在身體向上那一刹那 腳也 稍微往肚子這邊 縮 動作很小 但是呢 真的是能夠 加強 運動強度 特別是縮小腹 呼 下小腹 呼 你看 可能看不太出來 但是在向上那一刹那 我膝蓋 稍微朝身體一點點 一點點而已 呼 呼 好 呼 然後呢 下來的動作呢 也是跟這個動作稍微類似 你直接跟著我一起來做 OK 我要你膝蓋伸直 手伸直 OK 預備 身體起來 打開一半半 向下 化血天使 收回 身體起來 開一點點 化血天使 膝蓋收回 起來 打開 化血天使 膝蓋收回 呼 呼 呼 還蠻 其實還蠻簡單的嘛 還蠻好玩 你如果需要的話呢 在身體起來的那一刹呢 可以就只有 雙手 雙腳 做這動作而已 你的頭不需要離地 那你如果可以的話 離地當然是最好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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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right 再來呢 下動作 啊 我要你翻身 做下犬式 OK 我們直接進入下動作 我要你做下犬式 OK 預備 然後呢 跟著我的指示 我要你屁股向上 然後呢 向前 到前方 撐著 停住 向前 屁股向上翹 有點像是畫大圓的感覺 OK 所以屁股向上 每個動作幅度非常的大 撐著 向前 屁股向上 然後向後 下犬式 感覺呢 邊需要肌肉用力 邊需要肌肉伸展開來 肌肉延伸 OK 剩下差不多十秒鐘 屁股大動作 好 好 再來呢 下一個動作呢 很類似 我們要做的是 伏地挺身 然後加上 child pose 所以呢你可以選擇 膝蓋放下 或是膝蓋離地的伏地挺身 四下 OK 預備 所以呢 伏地挺身 一 二 三 四 膝蓋放下 屁股向後座 稍微拉一下 回來 膝蓋起來 一 二 三 四 膝蓋放下 屁股向後座 繼續 看你需要不需要 膝蓋放在地上 一 二 三 四 屁股向後座 Alright 再來呢 下一個動作 我們要做的是 backbowl parachute OK 所以背弓 OK 所以趴在地上 這次背弓呢 我用你手放在身體兩側 手肘彎曲 OK 所以起來 上下 兩下 然後再放鬆 起來 上下 兩下 放下 你著地的時候呢 你如果可以的話 不要完全的放鬆 還是離開地面 一點點 向上的時候呢 肩腳步夾緊 好 OK 接下來呢 下一個動作 我們要做的是 一點點的心肺運動 OK 所以呢 我要你做 深蹲跳 然後跳起來的時候呢 呃 早點的時候 雙腳交叉 OK 所以呢 深蹲跳 交叉 交叉 輪流 左腳在前 右腳在前 放下 左腳在前 蹲低 挺胸 OK 再來下動作我們躺在地上 我要你做剪刀腳 ok 然後這次剪刀腳我們要加上一點點的肌肉延伸 所以呢 預備 我要你 輪流 稍微拉一下 看你的手 能不能抱住小腿 朝身體 拉一點點 他慢身離開地面 所以呢肚子需要用力 你如果需要的話呢 這隻腳可以膝蓋稍微彎曲 但是呢 盡量伸直 手 幫助 腿 朝身體 拉一下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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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起來 呼 收起來 下一動作呢 手 放在 腿後 ok 然後呢 手指頭朝屁股 然後呢 膝蓋彎曲 呼 屁股撐起來 然後呢 手頭向後 起來 OK 我要你手肘 夾著身體兩側 我們要練的是三頭肌 所以就是腋下下面 的肌肉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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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啦 呼 繼續 呼 呼 Alright 再來呢 下一個動作你應該會很喜歡 我要你慢慢的躺下 OK 然後呢 我要你手放在屁股的下方 OK 然後呢 然後呢 我要你 手肘 撐著 然後呢 上半身熬 呼 向上腿 胸 胸部 一副要像 天花板一樣 呼 呼 然後呢 慢慢放鬆 呼 再一次 慢慢撐起來 頭向後 呼 我們開始進入 結束的伸展操 好 慢慢放下 沾起來 頭向後 撐 Alright 呼 再來呢 下一個動作我們要做的是 Hand underfoot double axis OK 所以呢 再來呢 下一個動作 我要你呢 腳 腳伸直 OK 跟著我一起來 我要你腳交叉 膝蓋彎曲 然後打開 合起來換另外一隻腳再上 交叉 向下 膝蓋彎曲 打開 OK 身子 交叉 彎曲 披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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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中間 交叉 打開 披腿 回中間 你如果想要加強那個 你的核心訓練的話呢 一樣上面本身可以撐起來 彎曲 打開 合起來 彎曲 打開 合起來 你要感觸到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的大腿內側肌肉 需要用力 Alright 呼 剩下 兩個動作而已 所以下的動作呢 我們翻身 做 下犬式 OK 動作直接跟著我一起來 OK 所以下犬式 屁股跳起來 一樣屁股向前 像剛剛的動作一樣 舉右腳 然後呢 手肘夾緊身體兩側 慢慢放下 然後慢慢推起來 然後呢 腳放下 下犬式 呼 換另外一邊 所以屁股向上 向前 左腳舉起 身體 手腳緊身體兩側 向前 啊 推起來 放下 下犬式 你如果需要的話呢 向前 比較簡單的話 右腳伸起 左腳膝蓋放下 一樣手肘夾著身體兩側 推起來 起來 OK 嗚 Alright 啊 剩下 應該是剩下兩個動作 剛剛是剩下三個動作 這是剩下兩個動作 Alright 一樣回到下犬式 OK 然後我要你左腳伸直 縮回 放到前方 後腳 腳板控地 然後呢如果可以的話呢 後腳彎曲 慢慢放下 回到下犬式 回到下犬式 換另外一邊 膝蓋彎曲 收回 然後呢 後腳彎曲 朝身體拉 慢慢放鬆 然後呢 我們直接進入最後的動作 再一次回到下犬式 OK 然後呢 我要你稍微 雙腳 起踩腳踏車 輪流膝蓋彎曲 然後停住 身體向下壓 感覺好像你的胸部 要去碰你的大腿的感覺 然後呢 屁股向上 向前 慢慢身體放下 慢慢身成形 慢慢身成形 再一次 身體慢慢放下 腳尖 著地 身體推起 下犬式 插腳踏車 好 最後的動作 向前走 手抱著手腕 向左邊 畫半圈 向右邊 畫半圈 然後慢慢的一個關節一個關節的把你的脊椎捲 起來 Alright 我們今天運動到此結束 希望你喜歡今天這套小空間的運動 雖然說小空間的運動 感覺好像運動比較沒有那麼激烈 所以比較沒有汗頭夾背的感覺 但是呢 我相信你還是有做到非常好的運動效果 你如果下次想要繼續做這套小空間運動 但是想要強度比較高一點的話呢 可以拿啞鈴來做許許多多的這些動作 Alright 最後最後一點 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每個星期有新的影片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知道我有上傳新的影片 還有呢我有Instagram 你如果不知道的話呢 我的Instagram的那個名稱是grace5-tw 你可以在IG那邊看我的生活狀態 生活狀態 生活小事的一些分享 Alright 那我們下個星期一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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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